提升自己的眼力,我们来先问一下哲瀚,怎么提升你觉得? 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,如果发现共享受的舒服,包括跟演戏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。 比如说通过一些肢体啊,然后比如说你想去触碰它的时候,它动态了,那明显它是不喜欢你进行这样一个动作,你就能感受到它内心的一种排斥,都是可以通过你的眼力去观察的。 然后呢,关键还有就是说,比如说我们阅读,我们看到的书,我们看到一千个人看哈姆雷特与一千个节目,比如说每个人的眼力传达的东西,然后通过我们的思想,然后都会有不同的思考和领悟,然后我觉得还是多去学习,多去经历吧,就像我们喜欢骑行一样。 因为我觉得就是,比如说我们坐在车里,可能我们面对这个外部世界只有一个窗户,或者两个窗户,当我就是骑行的时候,我在骑车的时候,可能我看到了就是整个一整个空间,我没有被一个车这种交通工具去束缚住我的一个这个视野,所以我很喜欢去骑行。 然后呢,做演员后,眼力有哪些提升? 做演员后呢,提升就是,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一个段段的跟不同的对手去对戏,不管是年轻的演员还是老的演员,他们通过分享经验,通过分享他们的一个对人物的理解,包括我们这场戏的一个理解。 然后去给我更多的感受,我在观察他们的同时,其实我就在提升自己,对。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,做演员之后,因为演习很多,跟对手系的合作很多,你的这个演力会变得很好,就看人很准,会不会? 比如说见他一面就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人,有这种能力吗? 这个不敢说。 哦,不敢说。 但是呢,见一面不喜欢什么人,这个还是可以,还是可以见得出来。 比如说这个人,可能见一面我不是特别喜欢,那我可能就不会再见他第二个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OK,明白了。那问一下我们的父妈,你觉得该怎样? 然后不要给我的父母。